當然要,不節省 不節省怎可以 每個都低收入 她投一投家,哪有多少給你 她自己都不夠 沒拿東西之前就節省 去收拾報紙 哪裡有東西拿就哪裡拿 現在不去了 現在不去了 現在夠吃就算了 關婆婆的說話 或者是很多老人家的心聲 婆婆沒有領取縱援 有一份長者生活津貼 主要用來交租、交水電費 醫藥費 生活上各方面都要省省省 有了短期食物援助計劃的幫助 就可以儲多一些錢 關婆婆就選擇用來買其做善事 買一些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在香港,沒有人直接因為飢餓而死亡 但是有不少基層市民 仍然擔心食物不足 生活在惶恐之中 社署目前資助7間機構 推行短期食物援助計劃 協助難以應付日常食物開支的個人 或者家庭度過難關 一般服務期最長只有8個星期 8個星期之後 基層是否真的可以改善經濟狀況呢 例如我們最多的申請人 他們都是有工作的 但是因為他們都是 同事一些低收入的工作 五人家庭的話 可能一個人賺錢 但是全家人 所以他們可能短期內 都不太能夠改變 改善到經濟狀況 這些其實我們都會按情況去做一些審批 能夠讓他們可以繼續有些食物的援助 香港聖工會福利協會說 過半使用者會在8個星期援助期之後 重新申請 而另一間同樣獲社署撥款營辦 短期食物援助服務的 巡島蔚利觀塘社會服務處 亦都面對同樣情況 並以額外資源 指揭名為16歲者的社區食物銀行 協助受助者 度過在重新申請服務期間的糧食真空期 不過資源十分之有限 每年大約60萬的支出壓力不小 社聯認為 應該取消8個星期援助期的限期 我們覺得其實食物援助服務 整個設計的目的就是 對一些它真的生窮水準 真的搞不定的人 而是給它一個支援 即是所謂 你就算你什麼錢都沒得花也好 起碼你都可以有三叉溫飽 所以其實它真的是 整個社會裏面 一個最後最後的防線 最後最後的保障線 所以如果有一些朋友 其實他是過了8個星期之後 他都未解決到 我們覺得社署應該是要繼續 去給他這個服務 食物援助服務 亦都是貧窮人士 接觸其他社會服務的重要窗口 但政府目前的資助 並不包括相關配套服務 例如是問題識別 跟進個案或轉介等 社聯建議政府 資助機構 進行相關配套服務 更加深入地處理個案的長遠需要 和資助機構 提供的資助機構 提供給大家